请你这个安然出关 谢谢 系列医首先攻系低胚针 日前确诊新冠肺炎 在隔离十天后 终于康复从检疫所出关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烧过 然后喉咙痛也只有很短暂的行为 拉肚子大概三天吧 出来之后再七天吗 对 就是你不是整个家都可以活动 你要有一个自己的房间 然后自己的卫浴设备 不能跟家人共用这个空间 我现在三餐也是一样 我老公就在门口放了一个小桌子 然后现在他煮好 他就要到门口来给我吃 来供养你 我现在很像公主 然后他是我的仆人 从你发布确诊的那一天 我就已经百思不得其解 就是说你既然确诊 可是跟你朝夕相处的老公跟儿子怎么会都没事 这样子 这件事情我也觉得超诡异的 一开始确诊的时候 我老公自己觉得 应该是他传染给我的 因为他出门的次数比较多 到后来都是派他出去买食物 但是后来我们就有买到居家检验的那个 然后他自己验的也是阴性 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觉得到底是怎么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有交代过我的行程 就是真的是算蛮乖的吧 就是我有去过一次卖场 然后我有去过一次 就是带我小孩去看眼科 这个是有出门的 好像衛福布好像也有人回应这件事情 就是说并不是你出门几次的问题 而是你去哪里 倘若很无聊的时候 那你比如说你一整天都能干嘛 差不多7点多他们就会开始广播 就是各位住客我们可以发早餐 各位住客请量提问 就是每天都有非常多的广播 所以差不多7、8点就会起来了 生活就会很规律 因为差不多10点我就会上床睡觉 大概过了晚上8、9点以后就不太会有广播了 9点是最后一次回报体温跟那个血量 之后就会很安静 然后他们三餐都会放在门口 然后广播叫你拿 那我就会边跟我妈视讯边吃早餐 然后下午就会跟我老公视讯做运动 也就有人跟我讲说 你如果都躺着的话 其实你就不太知道自己的身体 有没有任何不舒服 我每天都会录一个故事 我会找一个故事或是想一个故事 然后就用手机录音 就录给我的小孩可以听 是进去后有服药吗 没有 完全没有 当然你很严重的话 比如说好头痛 你可以吃头痛药来缓解 或是有些可能他重症 他缺氧的话 那你是要靠呼吸器 就是支持你的身体经验 但是最终你还是要靠自己的免疫力 去把这个病毒打败 那可能还好就是年轻身体也还蛮健康的 所以我是没有太严重的症状 就自己就好了 那之后回加拿大会想说赶快跑去打疫苗吗 加拿大的话就是都可以打 所以如果有回去的话可能就也会登记 然后看什么时候叫我去打就会去打 不回去的话也是就在台湾慢慢等 看什么时候可以打疫苗吧 谢谢观看 看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